剛剛採收牡蠣趁著新鮮 得趕緊送到青柯掃手中 後殼取肉 每逢牡蠣採收忘記 阿桑們三五全群 拉張板凳 便開始跑起顆來 而蒼蠣就像裝上了GPS 追蹤著牡蠣漫天飛舞 就怕影響到附近居民生活 漁民只能閃避到人烟稀少的地方剖顆 此時在另一頭的空地上 第二次加工正在進行中 在廢棄牡蠣殼中不停翻找 想挑出漏網之科 就算是小道被處理廠淘汰 鄉里夫人還是加減收集 能拿到市場上換點錢 貼補家用 在台灣 牡蠣是前海養殖業中的重點項目 歷史超過三百年 養活了西南沿海多數居民 北起新竹 南到屏東都是分布區域 即使近年來範圍逐漸縮小 但是在彰化王宮 嘉義東石到台南和高雄地區 大小型磕棚依舊動輒上萬座 尤其是嘉義東石科 文明全台 各地磕棚採收之後 因為缺乏大的場地清洗 還會特地送到這裡 淨醉潮盛 在機器不停滾動 海水沖洗之下 原本成串的牡蠣除去了磕繩 也洗進身上汙泥 一搂搂洗好的牡蠣 還要換個場地 準備泡湯 淨醉這種稀釋過的海水 是要讓牡蠣更容易開剖 肉質水嫩 同時過濾其中的沙土 會特地送到冬石來洗磕 淨水 除了冬石科名號太響亮 想沾點光 也是因為這裡是中南部少數合法的洗磕場之一 加上規模夠大 一次能洗數萬公斤的仙科 各地的磕棚紛紛湧入 等到淨醉完畢之後 新鮮直送各大市場 變身成美味佳肴 不管是炭烤仙科 品嘗天然原味 還是做成蚵蝶炸蚵卷 各地老饕總能變這方式享用 但吃完了裡頭的仙科 留下的是體積龐大的廢棄牡蠣殼 就算漁民特地挑出其中較大較厚的腫殼 打好洞穿上塑膠 堆在海岸堤防邊上 準備冬季要入海採苗使用 但畢竟種殼使用的數量有限 更多的牡蠣殼遭到棄置 家家戶戶門口隨處可見 變成資深文營的環境殺手 嘉義縣市養科大縣其中 東石箱的產量佔全台灣大約70%左右 每年產出的牡蠣禁肉至少超過2萬公噸 只是每年產出的牡蠣殼數量高達15萬噸以上 以前只能隨意堆在路邊 無處可丟 頂多拿去做成飼料或者是土壤改良劑 但現在牡蠣殼變身成為了海洋黃金 甚至還可以穿在身上 機台上潔白的紗線就是把牡蠣殼清淨曬乾之後 經過高溫斷燒處理 先粗膜再細膜 最後高科技奈米化變成的生物陶瓷粉 和紡織原料塑料等各種材質結合而成 用這種方式織出來的布料觸感特別像羊毛 也讓牡蠣殼紗線被稱為海毛紗 除了能夠達到減速的效用 更讓機能性同步提升 我小時候很喜歡吃2day 我爺爺告訴我說 牡蠣全身都是寶 我們姑婆以前住的是口湖 雲林口湖 那邊的人在生死灰還沒有發明之前 他們都是用牡蠣殼拔燒成灰 鋪在牆壁上 糊在牆壁上 防止會有冬暖下涼的效果 我們後來發現牡蠣殼它有六大的功能 第一個 它本身是低熱傳導的材質 第二個 它本身它具有遠紅外線 還有消臭 抗靜電 抗紫外線 說起牡蠣殼粉的妙用 王葉遜滿臉驕傲 在台南土生土長的他 生長環境總少不了牡蠣 小瘦的記憶引發內心好奇 從事紡織業的他 想進一步研究牡蠣殼特性 於是和高院科技大學產學合作 後來又投入數千萬元打造奈米廠 研發之路一走就是十幾年 總算讓牡蠣殼發揮驚人效用 清洗 斷燒 粗磨 細磨 然後我們把它嫁接了一段叫做奈米化 然後把它添加在寶特瓶上面 讓寶特瓶這個材質升級 台灣是寶特瓶回收的王國 但是我們在行銷過程中受阻 是因為寶特瓶沒有任何特色 跟寶特瓶相結合之後 它可以讓鋸子纖維具有很好的抗紫外線特性 藉由添加牡蠣殼粉增加機能性 陸續拿下紅天獎 IF大獎 法國 巴黎發明斬金牌獎等等 十幾項國籍大獎 讓台灣寶特瓶回收王國的亞裕 在世界舞台更上一層樓 也讓逐漸萎縮台灣紡織產業 找到另一片田 在地原料 在地生產 在地設計 那我們把牡蠣殼變成沙線 美國 英國 法國 義大利 很多國家對這個東西都感覺非常驚訝 一年可以創造差不多一億五千萬的產值 每年都以30%的速度在成長 環保材質能一均突起 是因為全球紡織業每年排放的溫室氣體 高達12億噸已經超越海空運的總和 為了改造生態鏈 時尚產業響應減碳 力品永續 而台灣的服裝品牌設計師率先在各種環保材質上 做了最佳演繹 簡約風格在細節上不實講究 無論是時尚單品還是流行配件 從頭到腳都看得見環保元素 同樣從台南發跡的設計師林家豪和洪奇 就是用台灣獨有的牡蠣殼紗材質 搭配充滿在地文化的設計風格 旅受國際買家青睞 這對設計師搭檔以東方文化意象為主軸 在服飾中融入中文字筆畫和太極符馬等 設計感十足鮮明 而當初會堅持採用環保材質製作 其實是深受環境污染之害 其實我們品牌大概在2015 2016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去做一些回收台質的東西 會喜歡永續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其實 我們之前都養貓 養狗 然後我們就會發現說 現在為什麼那個貓狗養了幾年 就好像有一大堆毛病什麼癌症什麼都來了 我們那時候就是思考說 可能是環境污染太嚴重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我們做衣服可以 就是不要對環境造成更大的傷害 曾經拿台灣水庫淤泥和布料混合 做成淤泥皮革 拿下IF大獎和洪典獎肯定 而讓洪奇驚豔的 是海毛砂不僅具有減碳環保概念 甚至能取代不太人道的芋蓉材質 有那個抗臭 然後抗靜電 這些是努力殼他們研發之後的物理的功能 我們覺得說這個真的很好 它就是減少了一次加工 而且它物理性的優點是在於說 你可能洗了很多次 它不會因為藥劑被洗滌掉 功能而減少很多這樣子 它的應用範圍相當的廣 其實它除了譬如說剛剛講的海毛 就是摸起來質感很細的毛料之外 它也可以做鋪面 就是一般取代一般羽毛 羽絨的部分 甚至它春夏的時候 它也可以做快乾 還有那種就是涼感的衣服 空地上一堆堆的海洋飛機物 找到了新去處 近幾年它們身價逐漸看漲 漁民開始販售曝光過的牡力殼 不僅增加生活餘育 也藉此活絡了漁村經濟 現在洋車去看一天兩天 去收拾了這樣就可以賣了 一公斤賣一塊水到半 不需要搭檔那森塞湖裡面 都放一尺了 放一尺了 整個算是有時候會洗漫堂 火酒利用就算最好的 台湯的我只是想說要藍皮索 做出來我們去住 有人在做酒井 比酒井更好用 我們是真正的一個環境清道夫 我們希望能夠創造一個 讓海邊漁民一個乾淨的環境 目前我們除了紡織業以外 我們也走向一些塑膠業 我們主要的目的就是減速 讓原本的塑膠使用量能夠再降低 從前沒人要的廢棄牡蠣殼 曾經是環境的嚴重負擔 但現在它們成了 減碳永續新世代 不可或缺的環保減兵 我們在做一個環境的盤子 我們是想塑膠和沙灘